文宋红冰,最近这段时间以来,消费降级的话题持续引发热议,本来大家以为方便面已经在外卖的猛烈冲击下示威了,没想到今年不见缓过来了,还和榨菜一起绝地反击,被视为消费降级代表。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,消费降级,是不是一个真命题,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,或者只是少数地方的个别现象,导致消费降级现象的本质原因是什么,会在未来产生哪些影响? 我们周末就来分析这个问题,希望大家认真准备,用严密的逻辑来论述,分析问题。 我们周末见,参与方式,通过公号XV2016进入直播间,直播可回看,开课时间2018年9月15日21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